曾经在全台湾的电信江湖 掀起滔天巨浪的孙道纯 病逝享年72岁 他被称作是全台湾最穷的有钱人 掏空了公司200亿 几十万股民这样被坑杀 他两手一摊宣告破产 自己却爽住新一区的270平豪宅 有人说孙道纯这辈子最大的福报 就是生下了孙云云 为什么呢 相较于孙道纯欠钱不还 那老百姓呢 军公教要加薪了 我们开心 可没想到都还没拿到钱 薪水还没加到物价先涨了 如果你还期待政府说好 道德劝说还涨吧 那你早一点醒吧 今天我们要透过一段质询 为大家戳破这天大的谎言 俊相哥 孙道纯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像我们在意刺刹商场 孙云的爸爸 孙道纯前泰店的董事长 年轻一点的观众朋友 你没看过他我不怀疑 但是我们这年纪人 他是当时多刺刹风 等一下跟你讲怎么刺刹风云 可是他已经过世了 他为什么过世 生病 可是他入院期间 发生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今天要跟大家说 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入狱 他必须要服刑 可是服刑过程当中 身体越来越坏 所以他就在8月的时候 借户外衣出去看了医生 几天时间 回来之后 俊相哥 我们像是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的话 整个监狱的规定 变得更加严格 原本你到外面去 借户外衣 看了医生 不管是两天 三天 回来以后就到独居房就好了 隔离的概念 对 你必须要到独居房 因为你要跟人家离开 但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回来以后 他的相关的设防不够了 原本他应该独居房的 结果他回来了你知道吗 对 住三个人 三个人几亿间 我先跟大家讲 今年4月 这就是他4月入狱那天 他所穿的衣服 因为他是一个生病的人 所以他到监狱去当中 其实待遇是不错的 他住在医疗病房 自己一个人一间 所以他也可以睡得舒服 也可以住得舒服 里面也有医护人员 可是因为他借户外衣 那一次回来以后 今年8月 他居然跟另外两个人 擠在同一个房间 不是要睡觉了 翻一个身又要碰到别人 更惨然是他的厕所马桶 就在他的头旁边 所以他从那一次以后 他就觉得说我不要再出去了 不管是借户外衣 或是保外就医 观众朋友 保外就医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申请保外就医以后 我就到外面去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身体得治疗好了再回来 但是重点来了 疫情是不算的 你今天该关多久 两个月没须要靠个人 对 好 问题来了观众朋友 因为孙道纯 如果照他的刑期来算的话 他其实今年11月的时候 他的律师可以帮他提假释了 提假释就是就此出狱 不用再回来 监狱说拜拜 所以他8月去了以后回来 虽然在10月的时候 在8月的时候 他都有保外就医的申请机会 他不要了 他想说反正我撑到11月 我就此假释以后 我就再不回监狱 没想到他病情恶化 从此踏上了人生的最后一条路 72年的孙道纯的江湖 我们回头来看就一句话 他城也豪气 败也豪气 你知道他一个餐会花多少钱吗 一个餐会 多少钱 1000万 一场餐会花1000万 吃什么东西可以吃到1000万 我是要做公众理事长 来 俊江哥来的吧 今天是来 吃好 店铁的菜好 要走的时候送你 当时最贵一支好几万块的 手机一人一支送出300支 送到心里面 所以这么豪气 对 所以一场餐会 他就花了300支的手机 1000万元 一场餐会而已 为了要当公众理事长 当然 以前大家知道 台湾大哥大是他一手泰店创起来的 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经营不散 最后这个台湾大哥大 就被这个富邦的蔡家给拿走了 这是孙道纯他在商场的大起大落 我们继续要请年姐带我们来看到 他被形容是最穷的有钱人孙道纯 他掏空200亿 那一些几十万的股民 这么被坑扎怎么办 两手一胎我就不急 结果自己爽住信义区的 270平的豪宅 他的每一道人生的关卡 都有一个关键的女人 来解他的燃眉之急 是 人家就说他人生最大的福报 就是有这个女儿孙云云 名媛孙云云 在讲说孙云云到底怎么帮了 这个老爸一把的你知道 2009年的时候 他不是被通知欠税三亿吗 到齐了 如果再不缴 关进去这样子 那时候已经缴了一亿了 还差两亿 没有头路 找谁 找我宝贝女儿 他是微风的少奶的 找了孙云云你知道吗 孙云云二话不说 凑了两亿给他 这厉害 马上把他补齐 而且他分期付款 帮他慢慢的还完 孙云云扛下这两亿来了 我记得那一次 大家就在看孙云云 你到哪里筹到这么多钱 去抢救老爸大作战 他当场可以缴那一亿 拿出这么多钱 大家就在想 你去哪里筹到这笔钱 好 那我们先讲这一亿好了 这一亿其实是先付了 这一亿哪里来 原来是你知道吗 孙云云跟孙道纯的妈妈孙妈妈 还有孙道纯三个人 去找一个人 找延宁 延宁也就是孙道纯的 虽然前妻她没有正式结婚 虽然女朋友 到延宁那边去 为什么要找延宁呢 因为当年孙道纯 曾经把很多台客大的股票 过户给了延宁 所以延宁也是亿万起家的 这个富婆是这样 她觉得说 因为孙妈妈认为说 孙道纯现在有几蛋 这么紧急 去哪里生出这个几亿来 这个延宁嘛 对不对 延宁有股票嘛 就去求延宁你知道 延宁不愿意 因为她那时候 已经跟孙道纯划清界限 因为孙道纯有别的女朋友的嘛 有这么张琼琳等等的 我才不要帮她出钱 而且我儿子要养 不肯就是不肯 孙妈妈带着孙云云 还有孙道纯 当时据传 说孙妈妈几乎是要下跪 一把笔 保太太了 几乎是要下跪 孙云云的阿嬤就是了 孙云云在一旁 也几乎陪同阿嬤 几乎要下跪 就是声泪俱下这样 差一点跪下来求延宁 那延宁大人受不了 老太太跟我下跪怎么可能 至少也是孙子的阿嬤 延宁就是心里一直打鼓掌 七三八八怎么办 因为这个钱给出去就没有了 对不对 可是不给老太太在这边 我怎么办 听说孙道纯当场看到老妈妈 声泪俱下来的时候 她去踹门 她就说我很没用 我很没用 为什么让我妈妈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些女人 被我逼成这个样子 就延宁就看到这个场景 就觉得说 好歹她也是小孩的爸爸了 我儿子的爸爸 我出 我去卖股票 听说那时候完好 延宁就把手上的台客大股票 全部出清 一亿就是这样还的 而且听说卖到最高点 被逼的 卖了股票 帮她付了这一亿头七块 就是说那个缴纳 后来的两亿是孙云云帮她补上去了 所以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 孙道纯她病逝 整年七十二岁 或者对更年轻的朋友来讲 她更有意义的称呼 应该是孙云云的父亲 所以你刚刚在讲到说 有人形容说 孙道纯最大的福报 就是生了一个女儿 孙云云 为什么这么说 好 我们再讲 孙云云 这个台湾第一名媛 到现在还是很美 对不对 当时孙道纯是怎么培养她的 其实真的 你听了你真的会 真的会吓一跳这样 她小时候 就是喝在手掌心的 从小叫她小乖小乖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当然她有个妈妈 妈妈也是非常厉害 就是把她这个 当然当名媛这样养 八岁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一颗钻石 才八岁 你送她一颗钻石 我八十岁都没有人送我钻石 八岁送她钻石 十三岁的时候 送她一个小香奈儿包 十三岁 就真的是名媛中的名媛 从小负着养了 对 负着养 还有她讲我十三岁之前 没有自己走过马路搬马线 都是庸人 都是保镖 都是司机这样带着她走 你看多么的负着养 多么娇宠 而且她讲说我在念书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小时 我父亲就会打一通电话进来 怕别的男生搭讪 怕她有什么不好 就说有什么意外或怎么样 就是宝贝的不得了 然后即使到她 二十一岁她就结婚了 嫁给了这个廖正汉之后 你知道吗 她说她不时的 一天里面要接好几通 孙道主的电话 打来小乖你在干嘛 爸爸想你 就是这个样 她很依恋她的女儿 女儿当然也觉得说 这个爸爸真的很疼很疼 但是你想说孙芸芸这样子 负着养出来 她也是很能干的一面 不是说就是一个这样子 少奶奶什么都不错 她不是微风集团的少奶奶而已 她是非常票汉的董娘 对 你知道 微风因为有着孙芸芸加持之后 微风的什么微风之夜 每一年不是创纪录吗 还有什么林志玲这些人 都是她们的代言人 那个是微风每一年 最厉害的状况戏 微风之夜关起来 在那边刷卡贵妇 有一年2021年你知道吗 业绩那时候其实已经有 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他们竟然可以有16个贵妇 进来的微风之夜 当天晚上刷了13.8亿 天哪 一个人几乎刷得快一亿 今天疫情在延烧 大家闷在家里 结果今年 这是今年 他居然交出了13.8亿 越闷 我越能刷 这个就是闪铃刷手 可见的就是 他的这个人脉 他的这个力 就是他多么厉害 都会掌控这些贵妇 一通电话16个贵妇来 刷了13.8亿 我们今天听到了孙道纯 跟他的两个女儿的故事 相较于他欠钱200亿掏空 有多少投资人在那边哀鸿遍野 我现在来告诉我们 老百姓呢 军工教今天传来好消息了 说要加薪了 可薪水还没有加进来 物价找上去大家温水煮青蛙 现在已经11月多了 明年1月就要加薪了 这个消息俊长哥 我真的怕一个 因为我们以前跑行政院 跑政府机关 军工教加薪都是3% 明年加4% 明年加4% 那我跟观众朋友讲 这是我过去25年来 从来没有过的 军工教就是加3% 但这次加4% 我在想跟明年要选 2012的选业有没有关 但不管我们军工教 行政院长 苏院长他告诉你 拍板定案就是要加4% 一听到加薪 物价就涨 11住行都是老百姓最关注的 那你今天加4% 我刚刚讲了 这对清风教是好消息 但是会不会因为加这4%以后 反而物价跟得涨 那这是相互互通联动的 可是你说物价要涨 我们这不是讲到了吗 行政院官员不是跟我们讲说 没关系 你们不要担心 我们会去道德劝说 叫他们还涨 道德劝说如果有用 就不需要警察了 道歉如果有用 你要有用警察做什么 没有 我要跟大家讲 行政院确实做了经济部 抗产评价专区来了 他真的在大卖场 设这个评价专区 但我要跟俊大哥讲 菜市場我也去 卖场我也去 你平常CPI的这个物价指数 没有到2.5以上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这种抗产专区 或者是买一送一专区 买第二件物价专区 没有吗 也有 对啊 观众朋友 我这样讲给大家了解了吧 不是 用这个来抗高价 因为原本就有这次促销 我实在不好意思讲这么白 这个叫促销 买一送一 第二件五折 没有CPI超过2以上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俊大哥 十一住行就是民众所需求的 住的问题 台北居大不易 来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我现在开出来 有没有 这才花最多钱的地方 来 这个我不要给你看了 我先遮一下 这个是在台北市大安区的亚房 这个亚房基本上 它就是房间里面并没有位于设备 外面有位于设备 光是这样子多大你知道吗 2.5瓶 很窄 2.5瓶什么概念 来 我现在 我们刚刚不是讲孙道成吗 对 2.5瓶的概念 全世界的军事监狱 要求说如果你关犯人 不能小于2.4瓶 连犯人都要有人权 这个就是一个单人求是的概念 我不知道你现在对 你这2.5瓶是什么概念 就是几乎是被关的概念 被关还要付钱 2.5瓶大家抢的租 一个月要多少钱 俊大哥 你猜 只有2.5瓶就一个人而已 3500 4500块 没有卫浴 卫浴在外面 好 那现在目前是这样子 我先跟大家讲 刚讲卫浴 连卫浴都没有 连卫浴 连洗衣服就没了 好辛苦 因为卫浴现在正在拯救当中 所以现在就是直接打五子 还有人住出去 我跟大家讲 这么小一个房间 你以为是最小的吗 这个亚房出租当中 隔壁还有一间 一直都没有人退出 1.5瓶而已 早就被人租出了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七暴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挖针架